协阳自重注定引火烧身 刚刚 岛内媒体忠告 武统已在路上 政党各方严肃指出美国又在重视台湾牌 向台湾当局发出证告之际 台湾方面却在高调宣称接待所谓台湾旅行法的主要推手访台 还要讨论什么台美问题 大有一种不做死不罢休的劲头 据海外网报道 台湾外事部门4月2日表示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一日至三日访台 就所谓台美外交 经贸及安全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 台湾外事部门还细数了罗伊斯如何对台友好 包括曾两度召开所谓台湾为何重要听证会 带头呼吁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重视台美关系 争取支持通过台湾旅行法等等 有消息说 蔡氏此前过境迈阿密期间 罗伊斯还曾亲自到场欢迎过 毫无疑问 罗伊斯就是台湾旅行法的主要推手 美国政府之所以屡屡打出台湾牌 中美关系之所以经常受到严重挑战 就是因为美国国内有一批 罗伊斯这样的唯恐天下不乱者从中搅局 事实上 美国近期在涉牌问题上的一系列行径 已经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 台湾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近日再次公然声称 他自己的却是台独工作者 本就主张台湾主权独立 胡说什么九二共识根本就没有共识等等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4月2日严肃指出 赖清德多次公然发表台独言论 狂妄挑战两岸关系现状 严重挑衅两岸主流民意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危害两岸同胞 特别是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 这是十分危险的 也是自不量力的 常言道 冲动是魔鬼 台湾民进党当局一些人自以为台湾旅行法是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恩赐 殊不知 台湾不过是美国企图用以牵制大陆的筹码而已 所谓台旅法 就是随时引爆台海局势复杂化的定时炸弹 为此 台湾中国时报提醒民进党当局 特朗普鼓励美台之间所有层级互放 相当于让美国的力量堂而皇之 进入台湾海峡 这是大陆绝对无法容忍之事 台湾中央社更是直言 一旦美台充分利用这一法律搞牵制大陆的活动 不排除台海局势出现地动山摇的可能 可悲的是 在未来中国大陆和美国决力过程中 台湾不止完全处于被动 也把自己逼入墙角 无形之中使两岸大局摊牌阶段提前 3月28日 中评社发文警告蔡当局继续对两岸关系拆房田 其结果必然是逼使大陆采取更多更大的反制动作 文章说 大陆对台武统的准备已经在路上 为是所逼 不得不然 从解放军战机绕台飞行常态化 到辽宁舰航母领先庞大舰队浩荡通过台湾海峡 台湾岛内显然已经感受到了解放军 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德国全球观察网指出 中国近期的南海实战化演练 就是在警告不听话的台湾和近来频频打台湾牌的美国 斜阳自重 只会引火烧身 以大陆如今的综合实力和军事实力 台湾方面是清楚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的 今天的中国人民 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挫败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 任何的外部势力企图打台湾牌都注定是徒劳的 如果真的到了逼住解放军断然出手的那一天 台湾只会沦为美国抛弃的气子